特别感谢本次演出的四位钻石赞助者 他们是美国中东国际展览集团 对卫朗先生 万通互惠理财杨伟女士 谭小敏女士 彭威女士 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芝加哥华人艺术团 万江迎春云演综艺晚会的现场 在这里我们祝每一位来观看我们节目的嘉宾 龙年行大运 裁员滚滚来 事业在腾飞 健康永相随 我是主持人于飞 我是主持人魏毅 今晚的节目 由我俩为大家主持 在这元宵佳节 合家欢聚的美好时刻 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 召见总领事 给大家发来龙年致辞 致辞农历龙年新春来临之际 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全体工作人员 向领区广大侨胞 中资企业员工和留学生朋友们拜年 恭祝大家新春快乐 合家幸福 顺随安康 2023年是中国人民全面贯筹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全国人民沿着中国式现代化 比例前行 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圆满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粮食生产 中美的经济全球化 努力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2023年对于中美关系来说也是里程碑式的一年 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在旧金山举行历史性会晤 探讨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习近平主席提出 中美要共同树立正确认知 共同有效管控分歧 共同推进互利合作 共同承担大个责任 共同促进人文交流 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 交入起五根支柱 开辟了面向未来的旧金山愿景 中美元首会晤也为动荡变革中的世界 注入了确定性 增强了稳定性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 也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 中国人民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推进高质量发展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坚定不移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 让十四亿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 也要让中国发展为世界的繁荣发展创造更多机率 我们将始终步于走和平发展道路 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民心所向 时代潮流历史必然 是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 无论台湾岛内局势怎样变化 都不可能改变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基本事实 不可能改变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普遍共识 不可能改变中国终将实现统一 台湾必将回到祖国怀抱的历史必然 我们期待着两岸同胞携手同心 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2024年也是中美两国建交45周年 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是中美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认真落实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 达成的重要共识和成果 让旧金山愿景照进现实 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将继续为推动 美国中西部地区对华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而不懈努力 领区广大侨胞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者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支持者、见证者 也是中美交流合作的参与者、贡献者 总领馆将一如既往为服务广大侨胞做更多实事 衷心希望广大侨胞为推动中美交流与合作 做出更大贡献 一元赴使万象更新 龙在中华文化中象征着勇气和力量 象征着活力和吉祥 深受中国人民喜爱 衷心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 繁荣昌盛 人民幸福安康 祝愿中美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 感谢赵建总领事热情洋溢的致辞 让我们的侨胞感到和祖国亲人 共度新年的温暖 感谢赵建总领事热情